在原著中 二郎神和孙悟空一见面就水火不容 本以为孙悟空凭借如以金箍棒 可以压制住二郎神 可事实上 二郎神的武艺也到达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二人打了许久都难分高下 直到各自施展变化之法才改变战局 无论孙悟空怎么变化 都瞒不过二郎神的眼睛 每次幻化成另一个物体 都会被二郎神加以克制 难道克制变化之法 就是二郎神的七十三变吗 答案并非如此 七十二变不是进攻技能 它的本体实际上就是躲避天雷 烟火 避风散灾 并以此来实现永生的法术 也就是说 学习这门法术 是为了填平长生不老所带来的副作用 猪八戒曾透露 它有七十二般变化 就有七十二条性命 显而易见 这七十二变的用途并不是战斗 而是逃跑 潜入防守的一种手段 关于七十二变 原著里有更详细的描写 即便拔下一根毫毛 吹口仙气 叫变 变做个八珊瑚 此身却变做个银海龙 假装做两个小妖 竟往那压龙洞请老奶奶 这叫做七十二变神通大 只勿腾挪手段高 如果按照此处严格划分 身上任意一种变化 都可以称之为七十二变 二郎神之所以比松悟空的变化之术更强 原因就是他额头上那只能与火眼晶晶媲美的天眼 七十二变并不是拘泥于某种形式 身上所生出的变化 亦可换作七十二变 所谓七十三变 指的只不过是在额头上开出能识破变化之术的天眼 所以二郎神才能在斗法中取得胜利 让孙悟空输得心服口服